嘿 大家好 我是豬豬鞋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比如說在搭雲霄飛車啦 或者是玩高空彈跳 或甚至騎車差點撞車的時候 會突然覺得呢 當下的時間變得很慢 比如說一分鐘的高空彈跳 感覺好像變了五分鐘 兩分鐘的雲霄飛車 感覺好像十分鐘一樣 緊急煞車那短短兩秒鐘 感覺好像一輩子啊 像我其實前陣子騎車有出過車禍 這個擦傷就是那時候弄的喔 順帶一提 我那時候剛上救護車 結果就被救護人員認出來 也會丟臉的 但是在車禍發生 等到短短兩秒鐘之內 真的感覺就像是一輩子啊 時間都變慢了好幾倍 這種現象其實是所謂的 Temporal Illusion 暫時性幻覺 而這種幻覺呢 深深影響著我們時間的感知能力 在2007年12月 家中理工大學發表一篇研究 他們請受試者從一個31公尺 大概10層樓這麼高的平台往下跳 然後請他們在落下的過程當中 看著戴在手上的一個小螢幕 這小螢幕呢會以固定的頻率閃爍 特定數字的正片和負片的圖案 那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受試者其實是看不太到數字的喔 但是只要對於時間感知的能力有加強 當你突然覺得世界以慢動作的情況在進行 理論上這樣子閃爍的畫面在你眼前播放的時候 數字就可以浮現出來了 他們就想像說我們腦袋裡面都有一台攝影機 平常就是以正常的速度來錄製跟播放 研究員就想知道說 當我們遇到特定的事件的時候 腦內這個攝影機會不會變成高速攝影機 提升捕捉畫面的這個證數 讓我們覺得時間的長度變長 結果受試者回報說 都有感受到時間走得更慢 平均人員感受到的時間增加了36% 但是他們並沒有辦法分辨出手錶上面的數字 也就是說 並沒有像是變成高速攝影機這樣子 可以提高這個證數 加強我們辨證畫面的能力 而感覺到時間的拉長 其實是因為恐懼所導致的 因為對於恐懼經驗而言 暫時性幻覺的來源 並不是真正在當下就感受到時間變長 而是你在事後回顧這段恐懼經驗的時候 會感受到時間的增加 也就是說 記憶本身被你的大腦動了手腳 我們要知道 記憶其實並不代表事件發生當下的真實狀態 而是大腦經過處理之後的片段 就有點像是真實故事跟改編電影之間的關係一樣 不管你是刻意或者是下意識的 記憶往往都有許多事後加上來的偽事實 而最常見的就是記憶當中的時間跟現實不符 這是所謂的伸縮效應 Telestoping Effect 也是與記憶有關的一種暫時性幻覺 當我們回想特定事件發生的時間點的時候 剛結束的事件會主觀上往後延伸 實際上可能兩個月前發生的事情 回想起來像是三四個月之前 這叫做向後延伸 而好幾年前的事情 回想起來則會往前延伸 比如說五年前發生的事情 回想起來感覺像是三年前才發生過 這個叫做向前的伸縮 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解釋可以說明 伸縮效應為什麼會發生 但是統計之後發現三年是一個時間點 也就是說三年以上的回憶會感覺提前 三年以下的回憶感覺就會往後 還有一種時間的錯覺 如果你剛好戴手錶 或者是房間裡面有時鐘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喔 首先先隨便看其他地方 然後等個五秒鐘 5 4 3 2 1 然後突然轉動視線看著你的這個秒針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發現 看到時鐘的第一瞬間 這個第一秒感覺好像特別的長 比之後的第二秒第三秒的秒數都還要長 這其實也是一種暫時性幻覺 叫做 Chronostasis 停錶錯覺 它的成因是因為眼睛接受到新畫面刺激的時候 視網膜將畫面轉變成電子訊號 並且傳染到大腦裡面需要一定的時間 而大腦接受到新訊號之後呢 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處理成影像 所以這段時間理論上是沒有畫面的 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平常看到的畫面 不就一直不斷的有黑影閃爍嗎 而為了彌補這段空白 大腦會自動將看到的新畫面向前補償 避免中間有黑影閃爍的情形 結果就是同樣的畫面你看了兩遍 才會覺得說這第一秒變得比較長一點 甚至連新陳代謝都會改變人對時間的感知喔 像是小孩子的新陳代謝比成年人要快 所以他們感知時間能力就會比較強 反應就會比較快 就會覺得時間走得比較慢 這就是為什麼職業電競選手的年紀 通常偏小的原因之一啦 相對的 老年人的新陳代謝比較慢 時間感知能力下降 反應比較慢 就會覺得時間走得很快了 所以每次阿公阿嬤看到你就會說 很久沒看 實際上可能上禮拜才見面而已 但是對老年人的心理來說 可能就像是過了半年一樣那麼久 所以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時間幻覺 其實不只是時間喔 人對於所有事情的感知 都只是一種個人的體驗 並不能代表事情的本質 很多人常常會忘記這一點 以自己的體驗當作是世間萬物的真相 所以像是之前那件禮服 藍黑vs白金 或者是這次的耶女vsLoro 都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把自我的體驗 當作事物的本質 所以當我們突然發現說 其實並不是如此的時候 我才會感到壓抑 明明擺在眼前的事實 居然有人看法跟我完全不一致 於是正義就產生了 藍黑白金耶女Loro 那因為無關緊要嘛 所以大家只覺得說很有趣而已 但仔細想想 人類社會幾乎所有的衝突 起因都是 對於一件事物的認知產生差異 而大家又不願意接受相齊的解讀方式 所導致的不是嗎 好啦這扯的有點遠了 總之你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有時候會突然覺得時間很長 有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了吧 好啦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表演下一個讚 喜歡更多的話就歡迎訂閱 順手按個訂閱旁的小鈴鐺 或是點檸檬上的關卡也可以啦 那這次就這樣囉 我是究竟血 下次再見囉 掰掰 請再見囉 我們下水檢獄 你快點選擇 還會